拿出电了快跑 快跑快跑 诡异山洞中出现了60多具骸骨 传闻此地为白莲教徒聚集地 这些骸骨都是当年白莲教徒的遗骸 传闻说进入过这里的村民 没有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过 自传言流传开始以后 甚至没有人敢靠近这个山洞口 此地位于重庆市蓬水县 之所以被人发现出现在世人眼前 还要从几个兄弟说起 他们来到后山砍柴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一个山洞 这个山洞是他们此前从未发现过的 而且后山一般也没什么人来踏足 看到山洞出现 几个小伙子心中并没有任何的害怕 反而准备进入观探 进去山洞后 几人发现内部果然别有洞天 里面的风景是从未见过的 几人走进山洞后 发现其中有着不少白色堆积物 他们还以为 这是山洞内常年未清理所堆积的 一些花草的沉积物 可越往里走越感觉冷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脆响发出 兄弟当中有一人惊呼 骨涛 几个人这才发现 自己脚下踩着的 竟然是一具一具的骸骨 几个人争先恐后地跑出来以后 他们被刚才的一幕吓得 久久不能回神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关于白莲教徒的消息就没有断过 有人说 曾有人无意中闯入这个山洞 再也没有出来过 还有人说 这个地方曾被施加的诅咒 不管谁进去 都不会有好结果 总之说什么的都有 这样的奇短山洞 自然是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然而 当记者来到此地后 乡民们的反应更让他感觉诧异 此地的乡民一旦听到这个地方 就会避而不谈 记者一行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带路的村民 可众人走了还没有多远 就有一个村民惊呼 看到了白骨 记者顺着他们跑来的方向看去 的确看到了不少白色的东西 的确有些类似于人类骸骨 难不成 记者看到的 就是传说当中的白莲教教徒骸骨吗 诡异山洞中出现大量人类骸骨 传闻此地遭到了诅咒 那么其中究竟有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记者从山洞当中出来以后 立即找到了当地的地址专家 一行人浩浩荡荡很快进入了山洞 专家进去后 不仅没有丝毫的畏惧 反而欣喜若狂 他指着这些石柱说道 这都是几万年才能形成的罕见景象 这都是历史的见证 非常罕见 那么 骸骨究竟是什么呢 几人走入里面 果然发现了不少的白色状骸骨 地质专家很快就给出了解答 这哪里是什么人类骸骨 而是长期积聚的碳酸钙 因为地貌独特 才逐渐形成的 这个山洞当中有暗河 有人说听到的敲击声 正是暗河撞击石头发出的声音 而冬中之所以寒冷无比 那是因为山洞内部地貌独特 与外部温度产生了诧异 并且可以确定里面一定有冰窟存在 专家表示 热冷空气接触以后 就会形成冰柱 而且温度差异越大 形成的冰越好 至于白色的碳酸钙 由于长期堆积在形状不规则的地洞上 还会出现这样的形状 人在害怕的情况下 本就没有看清楚 加上心理作用 就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 其实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 都有这样独特的山洞 当地百姓之所以营造出诡异传闻 其实也是保护这里的一种方式 一旦一个地方引发群体效应 那么很多人就会认为 这里有着什么奥秘 但要知道 这样的独特地貌 几万年才能形成 人类踏足 只会让这个独特地貌 遭受到不可逆的损坏 希望大家不要随意进入 为踏足山洞 许多的山洞中 都会产生有害气体 一旦被人体吸入 很可以引发许多意外事故 所以 为了安全 大家还是尽量避免 这样的探险活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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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